歸於平淡 今天燈照著我們 始終有一天他們會拍攝其他人 找其他人做訪問 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天 你要接受這個現實 有些人接受不了 不停在掙扎 但那個時代始終都離開了 你有沒有想過會遇到這些 你覺得你會不會 overcome 到這些情況 我絕對可以的 因為我經常都會覺得 這一行給我 是我的人生的力量 過了去之後 我永遠都是五十十四 其實我個人很累 我也想去做其他事 例如做生意 或是照顧小朋友 或是一個 建立自己的家 我想女生 我自己會希望做到的 另一個階段 每個人生都有不同的階段 我也很期待 如果不做模特兒 你有沒有想過你是會做的事 你小時候的夢想是做什麼 呃 做警察 我還沒進武漢之前 小時候 我自己寫我的字 是警察的 為甚麼 你沒想到 因為我 只做班長 也是 最高的那個 在班裡 有風紀 所以 想得很有正義感 有時候才做 所以 一定是 好像要做一些 維護法紀的事 所以就成了警察 甚麼 你在學